幼儿培育辅助计划获得110万元的捐赠 资助300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童 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发展的资源 这笔善款由新加坡能源集团捐赠 这是集团第二次捐款给幼儿培育辅助计划 去年的捐款是100万元 今年的款项将用来推出促进亲子关系的活动 协助开发孩童的创意 另一个协助培养阅读习惯的项目 则将在今年稍迟时候推出 新能源的举措体现了企业 能为建设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尽一份力